星光大道作为一道能够让平民成为明星的机会,一直都是受到广大观众们的喜爱,在这里每一个表演者,都是普许无华的农民,或者是低收入者,在这个舞台中,诞生了许许多多的草歌明星,有我们认识的大一哥,凤凰传奇,还有有李玉刚等等。 当然,观众们坐在电视机前看得津津有味,还有另外一个原因,那就是因为有老B,虽然B福建在年纪上面和其他的那些优秀的主持人有着很大的差别,但是他妙语莲珠的口才和幽默的性格,让他获得了观众们认可。 这段节目的口碑和收视率,那也是相当的好,但自从老B离开这个节目之后,收视率一直都是在下降当中,主持人也是换了一茶就一茶,发贝宁,朱俊和朱俊都是有跟主持过这段节目的,但是依然改变不了这样的结果,所以很多人对此,还是觉得,B福建是最适合这个舞台的。 并且很多人表示,在他离开这个节目之后就和传看了,都认为他才是这个节目的灵魂。 星光大到了的辉煌已经不在,到底是因为老B的离开,还是因为看电视的人少了? 相信都有,不过央视并不想停播这档节目。 据说这次请来的是实力主持杨帆,杨帆长得帅气,并且为人比较幽默,在越战越用节目中, 杨帆把他的风气幽默和沉稳的主持风格发挥的淋漓尽致。 很多网友看到都表示,第二个老B,杨帆,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先生带节目主持人。 1981年10月23日出生于廉民圣铁岭市,2000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。 2006年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,主持人选拔活动荣获亚军。 现主持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,黄金100秒,越战越用等节目,曾主持想挑战吗? 巅峰音乐会等综艺节目,其幽默搞笑的主持风格广受好评。 希望杨帆能扭转乾坤,是星光大道再次出现火红年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